女星小甜甜 星系被换角风波 意外卷出了艺人宋艺民的 创立了一起发光的教会的内幕 26号爆出艺人阿Ben 还有喜小可夫妻昔日藏金 奉献100万元给教会 而且担任小组长职务 不过在今年年初 他们选择退出 对此夫妻俩打破沉默发文 透露说从教会的创立初期 就是成员 不过今年初决定 交还小组长证书而且退出 当家人们问起 为了不让家人们担心 他们也是回复说 理念不同不相为谋 不过他们心里相当清楚 他们要做神喜悦的事情 才能够享有内心真平安 夫妻俩认为 神的爱不分贫穷不分贵贱 如果有弟兄姐妹迷失出问题 他们认为应该要互相的陪伴 而不是把烂掉的苹果丢弃 以免影响到其他的好苹果 而至于被教友爆料 在扩堂事件当中奉献了百万 阿Ben夫妇并没有承证 也没有否认 只坦言说有捐钱 过了几天 他们也付出了当时 他们所要求的金额 不过就在扩堂过程当中 他们感到不平安 于是他们就离开了 当初的奉献是 他们也没有要回来 因为他们相当清楚 他们奉献是给神 不是给人 好 这回小甜甜 被宋一鸣换脚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也扯出了很多教会的内幕 曾经在同一个教会的许小客 阿Ben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证实现在已经离开 而事件延烧多日 宋一鸣疫情发光协会 26号在领书再度发出了声明 引用圣经来表达心声 出埃及记 这是耶和华必为你们来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那这篇八文刚发了几分钟 有多位的艺人教友来声援 好 不过等等现在 正反双方都各有支持者 真相是什么 恐怕还要后续厘清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 埋回家自己来使用